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入总决赛的感受吧 詹姆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 不过能身处这个舞台是一种恩赐 这就是我们这项运动中你所能来到的最大舞台 我已连续八年闯入总决赛 你还记得2007年个人首次总决赛之旅过后 蒂姆邓肯跟你在走廊里进行交流的那个时刻吗 詹姆斯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 当时我当然不想听到那些话 他们刚刚在我们的主场完成了横扫 然而 显然是更好的那支球队获胜了 我也很年轻 随后我汲取了经验 就像我经常讲的 经验是人生中最好的老师 一路走来 我收获了许多经验才来到了这里 你是否想过你们今年可能没法打进总决赛 詹姆斯 整个赛季以来 赔率都不看好我们 甚至当你把时光拨回到去年夏天 当时我感觉交易走队内的超级明星空位对我们不利 那是一个过去三年来我曾预知并肩作战过无数次的家伙 显然我没有参与谈话 我不知道双方到底谈了什么 但我感觉这个交易时机对我们球队很不利 我们失去了空位凯里欧文 因此 我感觉从夏天起 我们就不被看好了 然后我们进入了新赛季 我们从波士顿交易得到的权 明星空位直到一月份都没法上场 围绕我们球队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们不断变换阵容 不断融入新球员 在截止日做了交易 我不可能现在坐在这里说 当时自己还能想着去打总决赛 那一阵总决赛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甚至当你在12月 1月 那阵看到我时都搞不清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这很疯狂 因为当我见你之前 我已经转换了开关 我对自己说 好吧 我不太确定我们这支球队未来的打算 我们的比赛打得很不好 但你不能自暴自弃 有那么多人都在崇拜着你 许多孩子都等着你去激励 还有你自己 你总是在说每一天要做到最好 所以我差不多就在截止日前夕重置了开关 我不能对你撒谎 如果我在1月和2月 那阵对你说 我们肯定能打进总决赛 那我必然是在说谎话 你认为你们肯定到不了总决赛 詹姆斯 形势一度来到了这种地步 其实还能进季后赛吗 我的想法是 好吧 我不能去想这种论调 这太可笑了 我必须进入季后赛 就像我一直在讲的 只要进入季后赛 不论从1号种子还是8号种子打起 像本赛既是从4号种子出发 我相信我们能在季后赛有所成就 看看吧 我们做到了一些事情 现在你们进入了总决赛 拉斯维加斯给出的夺冠赔率显示 你们是最近16年来 最不被看好夺冠的总决赛球队 对 此你怎么看 詹姆斯 归根结底 考虑到我们在这次季后赛中表现出的韧性 我们可以依靠这一点 我们将在这次总决赛经历一些艰难时期 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我只知道自己连续第8次打入总决赛 我们连续第4年与这支球队会面 我很清楚他们所能制造的困难和紧张程度 有时我只想活在当下 无论这次总决赛的结果如何 你是否能够欣然接受外界对于你和你的历史成就所给出的评价 詹姆斯 啊 我不会感觉舒服的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安逸 我不会感觉舒适的 不过我对此已经有了更好的理解 无论如何 舆论总会出现 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人们会把球队水平和个人水平分类看待 他们会把某一个人割裂开来说 如果你有那么好 你就应该大败那支球队 我认为许多这样的论调有点困扰到我 不过 情况总是这样了 在这次访谈的一开始 你就提到了自己不希望凯里欧文被交易离队 詹姆斯 是的 你确实给管理层打了一个电话 表明 你不希望这笔交易发生 詹姆斯 是的 管理层决定与前总经理大卫格里芬分道扬彪 这也是你所不愿看到的情形 那么 目前你与球队老板丹吉尔伯特的关系如何 詹姆斯 我与丹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工作关系 个人来说 自从我回归这支球队 我总想把这里提升为那种被人们积极看待的水准 从篮球的角度出发 从社会的角度出发 从品牌的角度出发 我总能得到大量的聚光灯和头条 但我只是一个人 只要我还在为这支球队效力 当你看到骑士的标志 我希望你能想到的是一个极其高贵且优秀的组织 所以 这无关于我和丹两个人之间怎么样 我们拥有很好的工作关系 也不是说 我们之间不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认为老板与球员应该成为自由 除非他们是父子关系 那样做朋友就很酷 我认为自从我回归后 这四年来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奏效的 在你夏天作为自由球员进行选择时 老板这一因素将会有何影响 斩姆斯 我们将会看到的 编辑 欧席